凌晨我接到医院的电话,我老婆王真意外失去腹中胎,急需手术,我扔下手上的案子,直奔停车场,一路上我把车开得飞快,心里痛骂自己没有照顾好老婆,我经营着一家律师事务所,摸爬滚打了几年,总算在这座城市打出了名声,案子越接越多,钱赚得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忙。 王真怀孕后我几乎没什么时间陪他,如果今晚我陪着他,或许悲剧就不会发生,我带着自责,飞奔到医院,王真躺在病床上,小脸苍白,一双动人的性眼,哭得红肿不堪,老公,对不起,王真啰气着开口,声音嘶哑,我赶忙打断他,是老公对不起你,光顾着工作,没有多陪陪你, 王真一正,继而虚弱地笑了笑,老公,我知道你都是为了这个家,不怪你,你最近接的案子很重要,我这里已经没事了,你去忙吧,不忙,我这几天都会陪你,我先去买点住院用的东西,你好好休息, 我找了个借口离开病房,生怕自己忍不住失态,这个职业,让我见识了太多人性的丑恶,早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可是我最爱的人,还是能轻易触碰到我内心的柔软,他刚刚失去了孩子,那么虚弱痛苦,怕我自责,还体贴地忍痛安慰我, 我眼睛已酸,急忙深吸了一口气,把涌上的泪压了下去,我整理好心情,准备去楼下的24小时便利店买点洗书用品,路过护士站的时候,听到两个护士在低声抱怨, 大半夜的也不消停,累死了,你说三十六床,耐个孕妇吧,真的是,怀着孕还那么激烈,服了。 零散听到的两句话,让我如遭雷击愣在原地,我老婆王真,就是三十六床的病人,护士没说出口的前台词,很清楚了, 作为一名擅长从各种口供证词中寻找蛛丝马迹的律师,我无法假装听不懂,可是,这怎么可能呢,王真那么保守, 我跟他谈了好几年恋爱,他都一直谨守底线,将厨子之身保留到了新婚之夜,婚后他辞职,做了全职太太, 不管我回家多晚,他都没有一句抱怨,永远那么温柔体贴,这样的女人,我真的不相信他会变心, 我蹲在医院门口,吸了好几支烟,直到心情平复下来,才提着洗漱用品上楼,王真已经睡熟, 我看着他的侧眼,一夜无眠,清晨,王真一醒,就催我去休息, 说会打电话给岳母,让他来医院照顾,我心里不由得多想, 失去孩子,本来就是最需要老公陪伴的时候,他却一直赶我走, 这是真的体贴懂事,还是怕我留在医院,发现什么端倪,对不起, 老婆,律所的案子有点情况,我确实得离开,去处理一下,我顺水推舟,借口离开,没事的, 老公,你去忙吧,王真目送我出门,关门的一瞬间,我在他的脸上, 看到了一丝如是重负,出医院后,我先找人查了医院昨晚120的戒诊记录, 这个时候,就显出了律师这个职业的好处,三教九流关系网密布, 很快一份电子文档,就发到了我的手机上, 昨晚意外出示孕妇的入院记录,只有王真一个,拨打120的是一个陌生手机号码, 而接诊地点是银湖酒店,我强忍怒气,把手机号输入微信查询, 朋友圈三天可见后,没有任何更新,毫无线索, 微信头像是一个对镜自拍的男人,正摆着姿势秀肌肉, 我死死捏住手机,盯着手机上那张照片,忍不住浑身发抖, 震撼我的不是他身上一块块鼓起的肌肉,而是他那张帅气的脸,十一年了, 这张脸我从未忘记,就连他眼角的那颗泪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是那个恶魔吗?当年毁了我的家庭,现在又来破坏了我的幸福, 我颤抖着双手,把手机号输入支付宝查询, 幸运的是他支付宝做了实名认证,我一眼就看到了他的名字, 不幸的是我的猜想完全正确,他就是当年那个恶魔, 徐红,徐红,这个名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当初他还是个孩子,声泪俱下的认错, 我以为他已经知道悔改,谁知魔鬼就是魔鬼。 天性卑劣,永远不会改变,心仇旧恨一幕幕涌上心头, 我咬紧牙关,法律制裁不了他是吗?那我自己来。 剩下的事情不算困难,有了姓名和手机号,查一个人的行踪, 对于我来说一如反掌,银湖酒店的视频影像发到了我的手机上, 我一眼就认出了王真,他身上穿的Burl Bear外套, 还是我上个月送给他的,和他一起开房的是一个肌肉型男, 露出的半张侧脸和眼角的那颗肋质,让我确认了他就是徐红本人。 徐红,毕业于一家不入流的大学,仗着一张俊脸和好身材, 现在在海阁健身房做健身教练,没错,王真确实办过一张健身卡, 开始的时候锻炼完还会问我胸挺不挺,臀翘不翘, 后来再没问过,原来如此, 我深吸一口气,心里慢慢有了一个计划, 当天下午我回到医院。 张母娘对视我披头盖脸,就是一顿数落, 你说你,天天加班,也不知道陪陪珍珍, 家里什么事都让她操心,这下好了, 把珍珍累坏了,孩子没了。 我低下头掩饰着自己眼里的嘲讽, 累,做全职太太能把孩子累掉了, 是床上运动太累吧? 妈,您别说了, 王真给我解围,体贴地转移话题, 问我工作的事情, 我坐在床边给她包干局, 努力扮演一个好丈夫的角色, 可是心里却愤怒又悲凉, 我真想像剥开橘皮一样, 马上剥开她的伪装。 这个女人, 我和她同床共枕一年多, 好像从来没有认识过她, 她怎么能在和别人开房失去孩子后, 还若无其事地装白莲花, 我下意识捏紧橘半, 汁水流出来, 弄得我的掌心污脏黏腻, 就像我这段糟糕的婚姻。 在王真修养期间, 我去商场置办了一身行头, 又找了一家美容院刮脸修眉, 戴上买来的假发套。 我站在镜子前打量自己, 对自己的新形象很满意, 我看上去真的挺像那种吃软饭的小白脸, 准备妥当, 我气定神闲地迈进了海阁健身房的大门, 前台扫了我一眼, 马上殷勤地迎上来, 介绍店里的情况, 教练专业, 器材先进, 收费合理, 项目完善, 我白白手打断了她的蛇菜莲花, 把你们教练的名单给我。 先生您请看, 老板殷勤备置, 把iPad递到我面前, 我装作无意地翻了翻, 点了徐红的名字, 救她吧, 好的, 您稍等, 敬礼给我倒了杯茶, 小跑着离开, 茶还没喝完, 徐红就站到了我面前, 我握住茶杯的手, 微微一截。 先生, 很高兴为您服务, 徐红脸上挂着专业的微笑, 我先为您做一下身体评估, 选择最适合您的项目, 我点点头, 低头喝茶, 掩饰住眼里的厌恶, 果然, 他不记得我了, 十一年前他所犯下的罪行, 根本没有在他的心里留下一点痕迹, 徐红介绍完毕, 我漫不经心地选择了一款一万六千六百六十六的健身课程, 徐红喜笑颜开, 一口一个歌, 拿出手机要加我的微信, 歌, 这声歌也是你能叫的, 我心里冷笑, 还是拿出手机同意了他的好友申请, 几天前我特意买了张新卡, 注册了微信, 朋友圈设置成三天可见, 这三天, 别墅, 豪车, 游艇, 奢侈品, 宴会厅, 各种奢华图片视频, 统统刷了一波, 徐红看得眼睛发直, 哥,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这也太好了, 我神秘一笑, 指了指自己的脸, 哥靠脸吃饭, 徐红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 训练期间缠着我问东问西, 我模棱两可地回答几句, 走出海阁的时候, 徐红已经认定了我是一个被富婆金屋藏娇的小白脸, 此后几天我一边忙律所的案子, 一边回家扮演好老公, 偶尔还要去海阁练上两个小时, 每次去我都会给自己置办一身光鲜亮丽的行头, 徐红的眼里掩饰不住地羡慕, 还有一丝丝嫉妒, 我明白, 他比我年轻, 比我帅气, 却没有我这样的际遇, 自然心有不甘, 几天后, 徐红终于忍不住, 委婉地和我表达了想进入我的圈子, 兄弟, 我不是有女朋友吗? 我吐着烟圈悠闲地说, 徐红的朋友圈发过情人节的电影票, 徐红长叹了一口气, 哥, 说出来你别笑我, 那女人有老公, 兄弟挺厉害啊, 怎么上手的, 我装作被挑起了兴致, 坐直身子问他, 徐红看我感兴趣, 炫耀般的一股脑说了出来, 我猜得没错, 这对狗男女, 就是一年前勾搭在一起的, 王真来办会员卡, 徐红是他的健身教练, 两个人在健身房里的哀哀蹭蹭天雷勾动地火, 频繁地去酒店滚床单, 徐红还恬不知耻地夸耀, 出去旅游, 开房, 甚至买安全套的钱都是王真出的, 我用力按灭手上的烟头, 也狠狠压下了心里的怒火, 生怕一个忍不住一拳砸向那张洋洋得意的脸, 既然有人了, 干嘛还让我给你介绍富婆, 多条路总没错嘛, 徐红往前凑了凑, 而且他说他老公事业正好, 一时半会也离不了婚, 我挑眉, 离婚, 徐红点头, 是啊, 他老公挺能干的, 离婚后他分一半财产, 我能少奋斗五年, 我哑然失笑, 真是白日做梦, 作为一名专业律师, 兼婚姻受害方, 如果让王真分走我一半财产, 我这律所也就不用开了, 你别笑啊哥, 看我笑他, 徐红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急忙解释, 他真的会离婚的, 他是因为钱财和他老公结婚的, 他们根本没有感情, 结婚前他还做了修复术, 让他老公以为他, 还是第一次, 更对他死心塌地, 我的眼神一冷, 原来婚姻的开始, 王真就已经在算计我了, 真相远比我想象的, 还要丑陋一百倍, 回到家王真, 已经做好了一桌菜等我, 全是我爱吃的, 我强打精神, 一如往常的给了他一个拥抱, 老公, 你那个大案子进展顺利吗? 王真殷勤地给我夹了一筷子鱼, 满眼期待地看着我, 我去年接了个大案子, 官司打完, 可以拿到一千多万的酬劳, 挺顺利的, 这一千多万跑不掉的, 我冲他笑笑, 王真心满意足, 继续给我夹菜聊家常, 我心里一片寒凉, 王真之所以还没有跟我离婚, 就是在等着这一千万吧, 第二天, 王真借口和闺蜜聚会去了酒店开房, 我之所以知道的这么清楚, 是因为徐红给我发了一段小视频, 视频里一个女人跪在地上, 脖子上系着一条狗链, 狗链的另一端牵在徐红手里, 这个背影, 这个声音, 不用看脸, 我也知道那个女人就是王真, 我怒极反笑, 我曾经珍视的女人, 却心甘情愿给别人做狗, 这个世界真是太天荒谬了, 徐红跟我分享这种视频的动机, 很容易理解, 他可能觉得我跟他一样热衷于这个, 想用这种私密视频来拉近他和我的关系, 以后这种视频不要发了, 让我家里那位看到不好, 我面无表情地删除视频, 回了一句话, 徐红发了个坏笑的表情, 明白, 我冷笑一声关上手机, 第二天我特意制开王真, 去了一趟海阁, 徐红看着我, 笑得暧昧又猥琐, 哥, 还看小视频吗? 我手机里多的是, 我点了根烟, 让缭绕的烟雾, 遮掩住我眼中的厌恶, 用身体征服女人, 只是一方面, 要把女人拿捏死, 得增加她的沉默成本, 徐红一脸疑惑, 沉默成本, 我耐着性子和她解释, 要她的时间, 她的陪伴, 她的钱, 她在你身上所投入的越多, 就越舍不得放手, 哦, 徐红恍然大悟, 我继续现身说法, 我就是让我纳位, 给我买了别墅, 豪车, 即使她现在甩了我, 我下辈子也能吃喝不愁, 徐红若有所思地点头, 看我的眼神里充满崇拜, 此后几天, 我查了茶家里的支出, 短短的一个星期, 商场就消费了两万多, 看来徐红很上道, 我也是时候进行自己的下一步计划了, 晚上我给王真下了一劲猛药, 你如果最近有空, 可以去看看房子, 我想买一幢别墅记在你名下, 王真的眼睛一亮, 真的, 我点点头, 又装作忧心忡忡地说, 我就是担心, 你哪天要和我分开, 我就人财两空了, 怎么会呢老公, 我永远爱你, 王真凑上来亲我, 我侧头避开他的吻, 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你证明给我看, 那你要怎么证明, 王真不解地问, 我的手慢慢划过他的锁骨, 落在他的心口, 这里, 我要你刻上我的名字, 事实证明, 别墅的力量是无穷的, 平时擦破皮都能流泪的王真女士, 第二天就去了纹身店, 回来时, 骄傲地解开衣领, 给我炫耀他的成果, 我自然满意, 又给他许了一堆口头承诺, 换车记在他名下, 公司的股份也给他一部分, 王真笑得见牙不见眼, 我看着他眉飞色舞的侧脸, 第一次发现, 他比我想象的, 要更果决, 更贪心, 几天后, 王真有一次和闺蜜去逛街, 徐红没再给我发视频, 第二天, 我神清气爽地去了海阁, 徐红一脸无精打采, 怎么了? 我明知顾问, 徐红扫眉搭眼地说, 那个女人在他的胸口闻了他老公的名字, 我看他的样子, 八成是不会和他老公离婚了, 这有什么啊? 我故作轻松, 和他分了, 我这边再给你介绍一个比他阔气的, 徐红精神一阵, 目光炯炯地看着我, 我只做不决继续说, 想把富婆弄到手, 你得先砸个万把块给他, 不过, 跟现在这位分了, 你的财路也就断了, 女人分手, 还能要个分手费搞点钱, 你一个大男人该怎么办呢? 徐红眼神晦暗不明, 低下头去, 我自己想办法, 我轻轻一笑, 贪心的人最容易受人蛊惑, 我相信他能想到办法, 当晚王真拿着各种别墅的介绍, 跟我一一分析, 这状地段好, 那状格局好, 这状有生殖空间, 我面带微笑地敷衍了几句装作, 才想起来对他说, 家里的资产要冻结, 最近一分钱都不能动, 王真疑惑不解。 我和他说, 公司转让股权, 要看个人资产, 而且别墅贷款, 也要审核资金流动情况, 这期间资金不能动, 免得手续办不下来。 王真不懂这些, 听说是为了给他转股权和买房, 忙不迭地点头答应, 我当着他的面, 查询了家里的存款账户, 股票, 基金, 理财账户, 还装模作样地, 把数字记了下来。 王真在一边看我操作, 兴高采烈地憧憬着未来的幸福生活, 这样的高兴, 只持续了一晚上, 第二天, 王真的情绪明显低落下来, 做饭的时候一时失神, 还切到了手, 我猜徐红已经开出了他的条件, 因为接连几天, 王真都坐立不安, 我去海阁的时候, 徐红神采一意, 追问我, 什么时候介绍富婆给他认识, 怎么? 你和那个女人断干净了, 我笑着问, 等钱齐了就拉黑, 绝对不会有任何瓜葛, 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徐红忙保证, 什么钱, 我装作不解, 分手费, 他家的财政大权都在他手里, 我赔了他一年, 要个一百万不过分吧, 徐红洋洋自得地说, 还真把自己当鸭子了, 我心里暗笑, 现在别说一百万就是一万王真也动不了, 我当着他的面已经清点过资产, 账户上的钱只要一勺我一定会查到端倪, 那他心心念念的别墅, 豪车, 股权, 种种美梦都会落空, 我笃定他不敢, 那你可要抓紧点了, 夜长梦多, 说不定哪天我被富婆甩了这条线可就断了, 我悠悠地开口, 徐红眼中的绿色一闪, 狠狠点头, 从王真越来越焦虑地表现, 我知道徐红逼得紧了, 几天后, 我和王真靠在沙发上看电视, 王真心神恍惚频频走神, 电视上正在放映, 一个母亲的复仇, 清洁紧凑高潮迭起, 老婆, 没想到苹果盒也能杀人, 这杀人手法真是千奇百怪, 我装作没发现她的异常, 看着电视和王真闲聊, 嗯, 王真敷衍地回应一声, 我继续感慨, 苹果盒放在蛋白粉里, 健身的人喝完, 人死了, 证据也没了, 真是神不知鬼不觉, 这让哪查去, 王真猛然回神, 和我一起盯着电视, 我起身去厨房倒果汁, 偷偷观察客厅的动向, 王真拿起遥控器, 回放了一小段, 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屏幕, 冰镇果汁, 让我的手心变得冰凉, 我忽然打了个冷战, 我的心是不是也像这杯果汁一样, 冰寒刺骨, 我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了吗, 诗神的一瞬间, 我马上否定了自己的动摇, 不, 不是的, 我只是提供了条件, 怎么选择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我只给了他们打开潘多拉磨合的钥匙, 是他们自己选择了释放出内心的邪恶, 第二天, 我借口出差, 去了另一个城市, 临走前在家里安装了一个小型的监视器, 王珍比我想象的果爵, 而且还算有点脑子, 他一天出门三趟, 每次出门都会带着他最大的包, 包里装着的是一个个红润诱人的苹果, 他照着电视上的样子, 取出果盒, 研磨成粉末, 装进化妆瓶, 然后把剩下的苹果果肉, 研磨成泥, 倒进马桶, 我在监视器的另一边, 冷冰冰地看着他, 有条不紊地做这些, 心里有一丝后怕, 这个女人真的太冷静, 太狠毒了, 马上要去杀死自己的情人, 竟然没有一丝犹豫, 我才发现, 相识这么久, 我的枕边竟然睡了一条毒蛇, 傍晚时分, 王珍给我打来电话, 问我出差累不累, 让我照顾好自己, 我简单敷衍几句借口, 有事挂断电话, 监控里, 王珍穿上他最爱的高跟鞋, 又摸了摸包里的化妆瓶, 决决出门, 一整晚我盯着监视器, 王珍没有再回来, 或许他真的选择了那条路, 那条我希望他选择的路, 可是我真的不会后悔吗? 正出神, 爸爸的电话打了过来, 子玲, 马上就到十月了, 你今年回来吗? 自从十一年前那件事后, 爸爸苍老了很多, 连声音里都带着疲惫和沙哑, 十月有个特殊的日子, 每年我都会回家, 今年更不会例外, 回去, 这次能多待一段时间了, 多陪陪你们, 我努力放缓声音, 让爸爸安心, 爸爸的声音里透出高兴, 真真也一起回来吗? 可能吧, 现在还说不准, 我看着监视器对面的黑暗, 缓缓回答, 挂完电话, 我订了第二天的返程机票, 我要回去看着这出, 我精心导演的大戏落下帷幕, 王真一如既往的贤惠, 给我准备了一桌菜, 对我嘘寒问暖, 警察敲响房门的时候, 王真正和我在讨论别墅的生殖空间, 看到警察的一刹那, 他的脸色瞬间灰白, 我站在楼上, 看着渐渐行驶远的警车, 心里一瞬间空空荡荡, 结束了, 过去的伤痛现在的伤害, 一切都已尘埃落定, 两周后, 我回了老家, 爸妈听说王真外面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再听到他杀了那个人, 更加觉得匪夷所思, 一个劲地追问我是不是搞错了, 我平静地告诉他们, 市境警方已经查实没有错了, 至于他外面的男人是徐红, 对方还用那种视频来威胁王真, 这两件事我没有提起, 徐红这个名字就代表了伤痛, 所有的痛苦已经终结, 我不想再让爸妈一起往事, 第二天我买了一束白橘来到墓地, 墓碑上紫苗的照片落了淡淡一层灰尘, 我小心翼翼地用手擦去, 看着他略微羞涩的笑脸有些出神, 哥, 咱家门口开了一家很好吃的麻辣烫, 等你回来我带你去吃啊, 这是紫苗给我发的最后一条微信, 我回来后家门口的麻辣烫还在, 可是紫苗只剩下一具冰凉的尸体, 他在十月一日国庆开始的那一天, 从高楼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的弟弟徐紫苗, 他的性格虽然怯懦, 却是个听话乖巧的好孩子, 孝顺父母乐于助人学习也努力, 他死后一定会去天堂, 天堂里不会有人对他拳打脚踢, 不会有人把他的脸按进厕所, 也不会有人在众人面前扒掉他的裤子, 那个欺负他的恶魔已经死了, 我亲手把他送下了地狱, 他永远永远都不能再欺负我弟弟了, 我坐在墓碑前盯着眼前的土地有些出神, 那个恶魔当年就是跪在这里痛哭流涕的, 我以为他真心悔改了, 法律给了未成年人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他只是被劝退却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 原以为伤痛会被世间覆盖, 可是十一年后, 这个恶魔再次出现在我的世界, 一样的贪得无厌, 甜不知耻, 以践踏他人为乐, 这样的人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 我垂下头看着自己的双手, 白皙干净纸节修长, 这样一双手是不是也已经染上了看不见的血腥, 可是我不后悔, 风轻轻拂过, 百树枝叶微摇, 墓园里一片静谜, 我靠在墓碑上喃喃自语, 子妙, 你可以安息了。 感谢观看